整個北京社區是在大體靈狀況 第三天的三種社區就就有 衛生好立步的好立法社區大紀感各位 就要開辦體設靈的客庭 要請老師來教大家擁骨健身操 和這個腳球運動頂頂 希望可以到校社區的中部 在家裡不要輕鬆來大家運動健身的行動 一邊感慨我一邊動作 面對年紀比較大的老大人 這都老實是相當親切 一步一步到達我家 就煩惱到太近大家沒辦法吸收 從腳球位置到家背去吃家 設一大電車後後 各位吃家背去桌家 過程中都不能用他 這種本人是要加強老大人的頭腦和小腳 在這兒讓他們回去住 也能跟自己的小孩在洗 做運動不用感情 提足球這 通常你們也像小孩 應該都有腳也都可以做 其他用骨健康操、柔軟操 這些都不用什麼器材 他們都可以做 看起來相當簡單的動作 對有兩年紀的老大人來說 算不是那麼簡單 大家頂端沒有多久的時間 到樓下大了一點 不過這種庫庭 因為有好朋友的做法 還可以本人體力 去尋求社區中部的意外 每個禮拜、禮拜三 七十八十就起來了 準備要來上課了 這個是老同學會 很好嘛 很多地方都有就對了 腦子、腳、腰子、手、手 都有很多地方就對了 做那些身體也在那裡嗎 有啊 這個手法不怕管 有差 現鄉地區的老大人 往往都習慣自己管理家 他們住第三頂三種社區 就由後立法社區的大吉吉家家位 特別開辦訓練老人體力的庫庭 希望讓大家多多驚慌 也越來越健康 每個禮拜三都很準時 來跟我們這個學員 來教導這個最好的技術 來活化我們學員的運動的體肤 大吉建裡面 我就提出說來辦這個營法的體肤 讓他們有機會 我們來找專業的老師 來教他們平常如何 做一個簡單的動作 能達到有效的健康效果 都玩方式的庫庭來用 讓大家一邊運動一邊試圖 看大家開心的模様就知道 社區安排體力庫庭 一辦後最多成功 即將王豬豬敲不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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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